大肠癌排便三境讯,大便细肠像铅笔,颜色红色,快check! 要健康,就必须学会倾听自己身体发出的SOS。尤其是一些小细节异常的观察,更是马虎不得。 举例来说,粪便是否异常要观察的项目包括,排便次数,便便颜色,便便有无出血等。 有的人能够天天排便顺畅,排出橡胶状且为黄褐色的粪便,但是也有的人排出像铅笔一样的细长便,且混有出血,到底是什么毛病。 日本医学博士将分析粪便六大形状状态,大家不妨快check! 排便自我检查,远离疾病风险。 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小毛病,到底该不该去看医师?还是习惯就好。 尤其,每天要面对的变问题,看似不起眼,其实,有一些观察不可大意。 因为当人体肠内环境起变化,就可能出现粪便异常。 日本医学博士那三名在新书。 身体小毛病跟乃想的不一样中提到,从每天排便自我检查中,可以了解日常该注意而未注意的身体征兆,以找出根本病因,远离疾病风险。 分析粪便的颜色,形状以及状态,反映出肠内环境好坏。 分析粪便通过大肠的时间太久,水分就会被吸收而变得硬邦邦的。肠内环境的好坏,会显现在分析的颜色,形状以及状态上。 。 chack 排便次数。 ok 一天三次到三天一次。 。 很顺畅地排出香蕉状的粪便,前进到可不用卫生纸擦肛门也行的程度。粪便呈现黄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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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NING! 一周两次以下且持续三个月以上 表示胃肠道内增加了坏菌、鳄语菌的状态、便秘 满满的粉变和体内气体、屁、压迫到肠子、腹胀且痛 除了排便次数 以下疾病也可以透过检查便便的形状、颜色来看出端倪 疾病、大肠癌 症状一、排出混有血的血便 症状二、持续排出像铅笔一样的细长便 发生在大肠、直肠或结肠、粘移膜的癌症 因是肠内肿流出血 所以粪便里有血 此外,肠管内部变得狭窄 粪便也就变得非常细长 原因 肥胖、喝酒、饮食 以红肉为主等不良生活习惯都是离病原因 遗传也占很大的因素 若直系亲属中有人离缓 就要多注意 好发年龄 40岁以上 好发率 每600人中有一人 门诊 门诊颗别 那颗未尝肝胆颗 好发率 check粪便六大形状 状态 这些ático日子 然后把俩潜在这里 保姆腿里面很快 除阻振的小孩 很快 腌便一颗一颗状 涂肝胎 inconvenience 续便一颗一颗状 水分六大 当时以下,水分很少,一颗一颗就像兔子的粪便。主因为吃下肚的食物停留在肠子的时间太久,水分被吸收过多所致。 粪便硬邦邦状。 水分60%至65%,水分少,呈现硬邦邦的状态。和一颗一颗形状的粪便一样,排便时不憋起用力的话就排不出来。 但过于勉强的话,肛门撕裂就成痔疮了。 粪便微硬状。 水分65%至70%,还不到便秘的程度,但也没定期排便,需要稍微用力才排得出的硬度。 粪便表面有裂痕。 粪便香蕉状。 水分70%至80%,此为最佳状态。 软硬硬适中,表面光滑,不需用力即能顺畅排出。有的会呈现像蛇一样盘绕的形状。 粪便糊状。 粪便糊状。 水分80%至90%,排便时完全没有抵抗,修,的就出来了。 要冲水时,粪便几乎会随住水流在马桶内散开来的柔软状态。可能是因为消化不良引起的。 粪便泥水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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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泥水状的状态。 粪便泥水状态。 表示食物没有完全消化。 若这种状态持续3天以上时,就要怀疑是肠盐或食物中毒。 黄色。 咖啡色。 精蓄、黄色、咖啡色是健康的粪便 但即使粪便是黄色的,若持续呈现泥水状的话,表示肠内已经出问题 最为理想的粪便因为黄色、咖啡色的香蕉状 查克色 精蓄、因变密式的粪便 在肠内停留的时间过久,颜色已经是接近黑色的茶褐色而不是咖啡色 虽不是病,却是肠内环境不好的景蓄 白色、灰色 疾病、肝脏疾病、肝炎、肝癌等 粪便颜色来源的胆汁、消化食物的液体、分泌不足、而引起的异常现象 代表制造胆汁的肝功能发生问题 黑色 疾病、胃肠疾病、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等 疾病、胃、十二指肠等上消化到发生病变出血 病和胃酸混在一起而引起的黑色状态 也称为黑脸 绿色 疾病、肠的疾病、肠炎、食物中毒等 因发生病、食物中毒使得肠子虚弱、而胆汁的色素成分、胆红素、比平常还多 解氧化、变色 也称为氧化变 红色 疾病、大肠疾病、大肠吸肉、大肠癌等 出血时 通常是痔疮或刚裂 但粪便本身是红色的话 就是大肠吸肉或大肠癌 若成水状可怀疑是食物中毒或大肠癌